灰腾一款在中国被边境无数网络段子的神车 不怕奔驰和路虎 就怕大众带字母 便是这款车带起来的 而这辆车 车主无疑不是兼具实力而又低调的行业大了 于米红当年开灰腾 还在路上和一位奥迪车主杠上 直接打下货 就因别人说他是开帕萨特的 灰腾虽然在2016年就停产了 但在车友江湖一直流传着他的传说 灰腾帕萨特Pro Max加强版 2006年顶配版指导价高达215万 六升W12发动机 披着黑色轿车外表的小野兽 但是为什么这样一款顶级轿车 上市仅仅14年就宣布停产 慌忙落幕了呢 惠腾是不是一辆值得买的好车 背后又有哪些不为人知的恩怨情仇 要知道这些问题的答案 都还得从皮耶锡说起 皮耶锡是大名鼎鼎的汽车工业巨匠 费迪南德保时街的外孙 大佬的基因遗传就是好 皮耶锡亲身就是造车的好手 他最早是在保时街搬砖 参与了几款重要车型的设计 后来还整出了保时街917这个大项目 这辆车当时有多牛呢 好家伙 一辆车的底盘只有42公斤 还没有一个大汉中 再配合1000马力的输出 能跑220公里的均速 要知道这个是70年代 有了这个黑科技 保时街在皮耶锡的带领下 一次次刷圈 战无不胜 夺下7点关的好成绩 不过皮耶锡事业虽然搞得好 妥妥的人类高质量男性 但谁知道 这小子风流替躺起来 也是一条管不住的店 仗着有盐有钱 很快和自己表弟的媳妇好上了 更关键的是 这个戴绿帽子的可怜人 还是保时街家族的 这里给大家讲个冷知识 大众和保时街在创立之初 都有一个共同的商业领袖 费迪南德保时街 也就是皮耶锡他爷爷 不过老爷子去了之后 这两家公司就分家了 老爷子把保时街 分给了自己的宝贝儿子 而让女儿外孙那边掌管大众 虽然老爷子的儿子女儿 一起长大 关系还挺好 但到孙子辈就疏远了 两边家族都是表面兄弟 实则互相看不顺 而皮耶锡这手扫草作 直接把大众和保时街的 家族群给炸了 两边家族关系降至冰点 就连皮耶锡家族也表示 我虽然看不太懂 但我大受震撼 知道干了糊涂式的皮耶锡 在自己老冬家也干不下去 只得灰溜溜到大众机下的 奥迪找了份新工作 当时奥迪也挺寒称的 在汽车舰混的也不打地 皮耶锡先是在奥迪的研究部门 干了份基层工作 结果没多久 才华扬硬的皮耶锡又支冷了起来 当上了实验部主任 奥迪的这个四驱系统 就是皮耶锡主导的 凭借这门技术 奥迪直接拿到一份 龙奥天的剧本 包揽两次WRC总冠军 最早奥迪被大众收购的时候 还是一个欧洲二线小品牌 这一搞 奥迪直接就起飞了 所以今天奥迪能稳坐 德系三巨童的宝座 归根结底 居然只是因为一顶对帽子 开个玩笑 回到我们的话题 皮耶锡也是老卷王了 从奥迪一路打怪升级 不停下本 然后顺理成章的出任了奥迪的CEO 在多年的隐忍后 皮耶锡重返大众 在1993年出任大众CEO 将他爷爷留下的江山收入麾下 皮耶锡的人生剧本 网文作者都不敢这么信 本身就是个技术天才了 搞管理的技术点还这么强 皮耶锡接手大众的时候 公司也没啥钱 一直在亏损 但经过大刀阔谱的改革 打倒集团内部的黄色狼后 还真就改革春风吹满地了 此时的大众不仅扭亏为盈 还有资本去外面到处买买买 昂首阔谱向外扩张了 在第一代奥迪A8横空出世 站稳豪华车脚跟后 皮耶锡立马投入 大众全品牌的重塑工作 对高尔夫和帕萨特的车型定位 进行拨乱反正 同时力排众议 将宾利 布加迪 兰博基尼等豪华品牌 一一收入回响 此时的大众 旗下已形成众多品牌 构成的完整阶梯序列 既能卖便宜实惠的买赛车 也能卖车皮子 比金子还贵的豪华超跑 载车有权 很多人把皮耶锡称作汽车界的乔布斯 不仅仅是出于他事业的卓越成就 也和他本身特立独行的性格有关 仗着自己的爷爷叫弗迪南德 皮耶锡在大众当掌门的时候 活生生就是一副刘华强般的存在 谁都怕被他找杀 以前他全球巡逻大众分布的时候 机场会提前有几辆测试车列队等候 每台车上都坐着本地重要高管 皮耶锡人在美国 刚下飞机 就直接走上头车对汽车进行长距离的高速测试 同时和高管友善的交接工作 不知道是不是车速太快的缘故 很多高管的小心脏就受不了了 以至于后来车队的末尾都会紧随一辆旧货车 没事就难一口 随着大众一天天兵强马撞 已经是世界上前三的超大车企 皮耶锡也步入晚年 回想起自己年轻时的雄姿英发 亲手操刀不加底的复兴 凯瑞奥迪卖爆全球 手握兵力兰博两大豪华大牌 怎么咋就大众自己一下 连一款撑牌面的超级豪华车都没有呢 重铸大众荣光 我被义不容辞 很快 一款代号VW611的项目 便如火如荼的开展起来 这个项目光研发费用就超过10亿欧 大众工程师表示 自己这辈子都没打过这么富裕的仗 皮耶锡在这辆车场真的下血本 与宾利大陆GT共享G1平台 搭载V10TDI发动机 就连原本为豪华越野车 土瑞准备的空气悬架也被看上 哪来吧你 先给灰腾用上 为了研发这辆车 大众的工程师为他新注册了100多项专利 皮耶锡对自己部下做了10个硬质标 其中一个便是 要求这辆车在50摄氏度的气温下 以300公里每小时的速度行驶一天 同时车内温度必须保持在22摄氏度 虽然这样的情况就不可能发生 但老爷子压根不在乎 他唯一关心的就是灰腾到底够不够掉 最终这款以太阳神儿子命名的豪华轿车终于诞生 也就是大众灰腾 这辆车在举世无双的德雷斯顿玻璃工厂生产 每辆车主都可以前往本地 透过玻璃看见自己爱车的生产权过程 说了这么多 那么灰腾到底是不是一辆好车呢 毫无疑问绝对是的 在查阅大量资料时 我本以为偏袭这种血液里流畅着汽油和机油的技术狂人 是狂野澎湃 桀骜不羁的 但在灰腾身上 你却能体会到很多温柔的细节 灰腾内部有四个独立温区 每个温区都有七个传感器调节 开这辆车时 你也能享受到坐在劳斯莱斯般的静谜 即使车速超过120公里每小时 也听不见发动机的轰鸣 最牛的是 这辆车在任何情况下 车窗都不会起雾 TG的大猩猩直接在车里整活 烧水喝也不在话下 但好车不一定好卖 灰腾身不逢时 伴随硅谷第一代科技大佬的崛起 2002年的美国是奔驰宝马的消费天堂 虽然已经有了灰腾这个扛把子 但很多人买车 不仅仅是为了个理事 有时也是为了个好标 贾格重因为定位理论的成功 在美国销量实在太好 以至于人们看见大众的第一反应 就是勤工俭学的泡泡车 人们对大众的印象已经根深蒂固 很难把它和顶级豪华车联系起来 灰腾在美第一个完整销售年度 连1500辆都不到 第二年更是暴跌到800台 奥迪北美CEO在采访时说了一句 人傻钱多才去买大众 被皮鞋细致到后感慨一句 这他妈绝对是来搞乱的 于是整个高管火速离职 但说来也有意思 灰腾在不爱怒付的中国 反而销量很能打 据说世界上有一半的灰腾 都是被中国买走的 2011年的时候 灰腾在华销量再创新高 高达6600辆 合理推测中国的销售比例超过80% 只可惜这点销量和其他BBA 豪华较折相比依旧不够看 灰腾只能是赔本赚腰 后来大众面临排放门丑闻 不得不勒紧裤腰带过日子 一些低引力的项目都得砍掉 更别提你这个了 灰腾还成为大众内部权力斗争的工具 捕风捉影的媒体和集团 把03到05年的亏损矛头 直指PAC的我心我素 灰腾的失败更是PAC的头号嘴型 这辆车上 毋容置疑凝聚了一代技术狂人 所有真诚和梦想 虽惊艳四座 但也只能是取高和寡 在PAC退出大众权力舞台后 人走茶凉 灰腾的听传 可以说是一个时代的结束 一个大众坚持14年梦想的告终 好的 那么这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想听更多汽车故事 欢迎关注三区兄弟 我们下期再见